完美世界最新预告 十号正式对战机冲 地冲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或许很多人都被误导了 在最新完美127集的预告之中 十号终于见到了追寻了 127集的爷爷大魔神 整整127集 只有在爷爷的身上 他能感受到来自于清醒的爱 他的父母根本不曾为他大道师父 并且强势到不老三找说法 可是这些大魔神都做到了 见到十号两人都很激动 十号用自己的秘法为他疗伤 却没想到此时还有不张眼的 天国组织杀手来杀大魔神 十号再次出手迎敌 但是十号的行为也引来了月产 地冲等一众出代 十号和地冲的第一战终于要开打了 从此十号便是与地冲不死不休 直到后面先古遗迹中 十号才能亲手斩杀于他 那么两人为何恩怨如此之身 地冲实力又如何呢 首先说一下地冲和十号的恩怨 先人在下界十号斩其神 而最后一神便是地冲的仆仲 在下界时还专门调代仆仲斩杀十号 死为第一院 第二院十号已经在下界和亲衣成婚 欺负月产 但是先殿男子喜欢月产 死为第二院 第三十号败入至尊殿堂 而至尊殿堂自古以来 就和先殿不死不休 死为第三院 所以两人在还没见面之时 就是生死仇人了 那么地冲作为先殿传人 有多巧呢 应该是目前出现的初代第一名 战力甚至超越那个神火劲的普通 首先地冲的武器是一把虚空战斧 这是以虚空兽的兽骨打磨而沉 且是先殿至强者激烈而出 可以做到无视距离 顺息而至 直取对方要害 且虚空大裂斩一出 都能将虚空割裂 虚空炸开后 同地中的强者不死也要中伤 其次就是地中身上有一件 仙羽战甲 这是一件教主级的战甲 甲州的激烈秘法 正是超出外界的手法 与天山一样 防御力强悍的军人 同耐之中 根本没有人能够撼动地冲 可以做到毫发无伤 就算是普通教主一击 战甲也能做到有效的防御 最后就是地中自身的实力强悍 肉身绝对傲视同耐 号称金身不朽 拥有顶级炼体功法 不灭金体 与十号都是不相上下 而地中不仅学有先天的各种秘法 还属有主刺身之法 若是主刺身融合归一 战力必定又会提升一大截 在十冬天合一之前的时候 可以说只有被虐的份 但现在十冬天合一之后 两人在这次战争中 手段已经出 地中虽然战败了 但十号也因此重伤 最后被围殴使用破碎符 传出了天元秘境 而地中同样也是没死传送出来 后面两人还会进行第二场交授 到时候两人都是巅峰状态 也就是2024年的第三个特别片 到时候会有一场举世之战 话说你觉得如果不算十冠王六冠王 这种几个世纪的怪物 地中的真实战力能够排进前三吗